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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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晚安 香港時間 你看過時 3點左右 這一節 我就這樣處理 我就主要給 美國北美的 觀眾 明天香港時間 早上會有一節 就關於華為晶片 針對香港觀眾 有關武廢的報告 我就寧願多一天 我這樣安排有原因 這一宗 其實我估計 香港很多媒體不會報 但是我就勸 那些傳媒人 尤其是你未申請 BNO Visa的人 你想清楚 你怎樣交代你在星島日報做過的事 我就以前 十幾年前 在燕仔河年代我寫星島日報 一段時間 但是我寫得不多 但是我相信 如果在燕仔河 賣了星島日報之後 仍然在星島日報的人 你們會比較麻煩 你們這次 就是無論你在美國也好 你在香港做星島日報也好 我相信如果你在香港做星島日報的話 如果你現在沒有這樣辭職 你仍然在星島日報的話 你都不用自意走 你永遠都是大灣區 因為美國司法部做出這個認定 你除非是做加拿大星島日報 否則 不可以嗎 這個是這樣的 美國政府司法部 在昨天的filing 就正式將 香港星島報業集團旗下的 星島日報 美國的公司 列為外國代理人 換言之 在美國政府眼中 星島日報是中國共產黨的代理人 這個是很明顯的 它在財務或者很多運作上 是要向美國特別申報的 因為它當作外國代理人 這次事件 是一個 為什麼美國這次 首先惡獲星島日報呢 原因很清楚 其實 因為星島日報 由燕仔河賣給 中國的地產公司 有一件事 美國人 如果你有外資 非中國的股份 它都未必有充分證據 因為 老實說 你可以司法覆核 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仍然可以 Judyto review 是可以打的 那些個案 特別是針對新聞機構 但是 如果你是100% 不要說100% 大部分 屬於中國的機構 你不用想了 它就用鳳凰衛視 那一批的仙偽 就當成鳳凰衛視 這樣動 這件事就很簡單 總之 香港的媒體 去到美國 開報館也好 開電視台也好 開電台也好 只要大股東 是中國政府有關的人 美國政府現在開始就會獲獲 如果有些放負 又說 拜登賣晶片給華為 那些放負 我想你們真是自作初情 晶片那些東西 老實說 都是司法覆核的 如果那些不是太先進的東西 你不給賣 也都不適合的 說真的 那個是人家可以動你的 人家的賣家 那個賣的公司 可以動你美國政府 你造成經濟損失 那麼 美國政府不會 在這些問題上 怎樣 會浪費時間 很好吃 但是你說 報館這些 如果是這麼明顯的 我想TVB USA 應該稍後時間都會被獲獲 我想如果TVB USA 被獲獲 樹不為奇 一點都不奇怪 都結為Foreign Agent 我覺得都很正常 就是當人民日報 新華社 那些 我猜美國會拿正 你香港的媒體 只要 那個表面民營的浸殼 一拔出來 就拜拜 美國政府就特別 特別看待你 那麼 《星島日報》被動 一來就 股權轉讓的問題 第二方面就是 我想這裡很多觀眾都深受 《巴士的布》 那些 垃圾 評論節目的 推薦困擾 困擾 現在 有了這份 之後 就可以跟 Google說 這個是 State Media State Sponsor 的 美國司法部 的文件 麻煩你不要再 推薦 那些垃圾 以前就很難 跟Google爭論 我現在就怎樣 我都跟Google 稍後 都會跟他們說 我拿著 司法部的文件 我就說 巴士的布 這些垃圾 不要再推薦 給我們的 觀眾 因為那些垃圾 是 屬於中國政府 你推薦 CCTV 大哥 你不如你推薦 CCTV 這件事 我覺得太清楚了 我想之後 這個 就算Google 要跟 巴士的布 做生意 都要小心 要很小心 因為它已經是 中國政府的 人員 如果你Google 幫中國政府的 人員幫得太過分 我想它始終是 一間美國公司 大哥 美國公司 你這樣幫忙 你不死也沒用 所以我想 這次 《星島日報》 被列為外國代理人 這件事 是 可以顯示 就是 Joe Biden 現在 其實 他敢 清理的 滲透 而且 美國一開了這個 施毅之後 升到在海外的版本 或者之後 那些什麼 歐洲時報 那些垃圾 華雙報那些垃圾 很多 那些什麼 亞洲超市場 經常都會騙人派 我估計 那些垃圾 很快會被人清理 當你是外國代理人 你就報清楚 你的財政是什麼 你報不清楚 就不要緊 眼線 我估計 全西方都是這樣 真是當眼線 這樣打 你賣晶片給華為 那個 遠不及這個 這件事 對中共傷很多 你變成外國代理人 什麼交易都要 美國政府看實 你 怎麼做 當然下一個 其實 以唐人街 那些垃圾報紙 什麼世界日報 明報 那些 喬佈 最糟糕的喬佈 喬佈 真是很糟糕的 我想 在紐約住過的 都知道喬佈 喬佈有幾多 大家都知道 看看什麼時候清掉 我猜你清掉了 唐人街的垃圾報紙之後 以前本來 如果不是被拘捕 本來就有蘋果日報北美的 如果有蘋果日報北美 就可以抗衡這股洗澡的勢力 但是問題就是 肥佈沒進行這個北美計劃 未完成之前 已經被人 已經被中國政府用這些洗環手 那美國政府報復 你玩也玩到這樣的 我甚至覺得 美國政府 差在幾時 開始調查 開花園 升到日報員工的間諜行為 我看幾時的 那些高層 什麼盧永雄 李童 那些 想入美國 叫他們下輩 叫他們去 那些友仔會動的 那些 我想大家有看法 這些 都不會沒有看法 我想以往西方國家太好人壓 這些方面 但是現在我看拜登 就真的想打仗 你說賣晶片那些 你有貨先算 我講個難聽些 要不就賣低規格那些 很低規格那些 很低規格那些 的無謂Bank 是嗎 你幫忙去放 你無所謂 所以我覺得 放附有的那些 我就想著 我明早才 才處理 就是這個原因 我還有一節 我要教大家 是怎樣 離開 一些很垃圾的影片 就是離開 那些 大家都知道 離開 那些 Lingo Age 那些 不空中文 那些垃圾廣告 那些 那些我就寫了文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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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大家可以多多分享 因為 那些 我叫做反廣告的物體 就 不會有什麼收益 但是那些是公眾服務 我覺得 大家都頂不住 那些廣告 大家頂不住 那些是認知作戰 既然是這樣 我不如 寫一篇 教大家動 動 動爆這些廣告 我想 很多媒體的人 做媒體的人 有不少人做過《星島日報》的專頁作家 專頁 記者 那些 這次大件事 其實對他們來說 因為美國 當成《星島日報》是國際公司 你想想 《星島日報》是中國政府的公司 現在 你要從這公司工作 他還要寫得很清楚 升到美國 但是升到美國的擁有人 就是升到香港 他寫明《星島日報》的地址 寫明《港交所》的公司 寫得很清楚 那份東西 你想想 就是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 《星島日報》是黨的 黨報 你想想 如果你申請《BNO証書》 我當你有《星島員工》做這些事情 大X件事 你做過《星島日報》 現在 你真是為中國政府 然後 公司 拿著《星島日報》為《國際公司》 《星島日報》 那份美國的《星島日報》 然後 他可以質疑你的 你究竟做甚麼 看你做甚麼部門 譬如做馬經那些 未必有事 或者做副行 也未必有事 但如果你是做評論 或者是做新聞 或是港文 你就大件事了 一定 一定開鑊 動力 一定兇 不能不兇 這些 怎會不兇 你幫《星島日報》 大佬 現在《星島日報》是 中國政府政府人員 你以前說沒有事 現在我告訴你 你一定有事 即是 你就算以後 你要申請移民 美國 或者你要送 子女去美國讀書 一定有影響 因為很簡單 譬如你要去美國做事 美國的移民官一看 你從新華社工作 你從新華社工作 可能就是你申請JVisa 即新聞記者簽證 他可能是 是不是都照批評 但如果你要批評其他東西 就不好意思 一定有麻煩 那些不會一般的麻煩 因為那些人不會說 我入黨是為了要食物 你不會的 不是那些東西 不是一般的麻煩 還有一件事 時而世易 他說 以前 十幾年前 香港政治沒有那麼見拔澳章的時候 有時候 蘋果日報都會請一些左仔寫 同樣道理 有些親共報章 有時候都會找一些 看過好像比較激進的 民主派人士寫 以前我都寫過經濟報 我都寫過星島 星島我寫過 其實我不是沒有寫過 我猜有些人都知道我 星島 星島聘我寫 我始終很愛玩 我是玩一場來的 但問題是 那個年代 以前十幾年前的年代 大家沒有那麼見拔澳章 不是一個冷戰的年代 大家可以 在對話陣營的報章寫東西 是一個對話機制 而且星島有好 經濟報的那些年代 不是那麼其次的 那些年代 不是那麼迫你分明 現在就是 以前的光譜 是深藍、淺藍、淺黃、深黃 你是有不同的光譜 有不同的顏色 要慢慢漸進過去 沒有那麼恐怖 問題是 現在是什麼年代 我2019年大革命之外 其中一件事 就是石鏡泉 搞恐怖襲擊 就是號召恐怖襲擊 就是我第一件事 就是我以後跟這個 石經濟報一多兩段 你經濟報不用再找我 我說得很清楚 同樣道理 你其他報章 香港報章 我差不多全部都沒有寫 其實現在 我基本上 蘋果停了行之後 我已經變成一個海外的評論者 如果仍然我會寫報紙資料的問題 但我只會是自由事報 和聯合組報 就是我基本上 已經是一個 overseas commentator 來的 我已經完全海外化了 當然我是 我想我是香港的評論人 就是 come from 香港的評論人 我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我整件事 我一早就好了 已經有 我不是說純粹是香港經營 因為我一早就知道 香港是 你長期100%以外 香港是死定的 中國共產黨 一發瘋的食 你一定是混蛋的 所以你一定是 overseas and 這個 local 兩條腿斗 你一定是這樣 你不能夠 你不能夠偏食 大部分做平均人 都是100%香港 我不是的 我是很平衡的 我其實 香港 我由 以前到現在 香港的收入 我都不會 出現100%香港的收入 你這種局面 因為這種局面 很危險 真的很危險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 問題是 你現在不是 所以如果你現在 我認識一些人 都是淺黃的 但是 可能還在做01 還在做星島 還在做零報 我說你不要做這些報館 我說 問題是 你幫他 投資沒份也算 真正最大的問題是 你當你在這些報館做的時候 你 越遲離開 你的底越化 譬如你十幾年前 你寫星島 人人都會寫星島 星島 星島 或者 經濟日報的年代 什麼人都會寫的 什麼背景的人都 八家齊放的年代 還好 好 最多 如果真氣 別人問你 那些花一點 沒有所謂 你現在 如果你去到2020年 你仍然在《星島日報》 你的底已經是黑了 已經花到黑了 如果你現在 美國宣佈他是外國代理人 你仍然留在《星島日報》 我說你是專顏作家還是記者 你除非得到美國的充分信任 否則 你早已是美國的人 美國那邊的人知道你做的 否則 你一申請 那些 你一要離開 全部從你閉嘴 當然你現在申請太遲了 但問題就是 你申請BNO visa 一定 你做過這間工作 一定在公司 就算 讓你進到英國 如果你仍然在英國 仍然在做《星島日報》 我告訴你 你去到真的入籍的時候 就是我永國居留的時候 我告訴你 外政部捉到你 捉到你 捉到你 開花都沒搞定 因為中國在做《one agent》 他可以請你回去 你沒有必要 你不會 你沒有任何危險 你和中國政府這麼好關係 你有什麼危險 送你回去就算了 我想很多人 不知道這些事情的重要性 而且 是一間間惡獲的 就是《TVB》 如果還在做《TVB》 你自己這樣 我想《明報》 其實遲早都會出事 《明報》 《明報》是一份 我有很有感情的報紙 但我《明報》起家 我從小到大看《明報》 我看《明報》 早過看《信報》 我小時候第一份看的報紙 是《明報》 我覺得 我七歲看報紙 就是《明報》 我第一份看的報紙 就是《明報》 由《明報》開始 我寫的東西都是《明報》開始 所以 某個程度上 我《明報》是有感情的 但是《明報》被張曉卿搞得烏尾丹多 那你也明白 但我《星州日報》 我認識的馬來西亞的人 如果是比較親反對黨的 一般都叫他們《賓州日報》 不是賓城的賓州 大家都知道 我們怎麼叫他們 這麼粗癖的報名 那是去到彼氏的地步 真是彼氏的 但是我們看《亞洲洲行》變成了《飛機洲行》那些字 《幽納本》那些是甚麼人渣 《幽納本》那些 《幽納本》那些 《幽納本》那些真是混蛋 我已經沒有眼看 但是 大家知道《明報》在北美是很紅的 那份東西 很離譜的 北美版的《明報》 你說《星州日報》 你唯一是做加拿大的《星州日報》 你未必有事 因為《加拿大《星州日報》一部賣了給人 但是我懷疑之後 《加拿大《星州日報》那一部編輯 都不敢再用香港的東西 我說甚麼 他說大哥被列為《科學人》 整間公司 大哥跟中國政府合作 別搞 立即打開《狗像》 他說 他已經請過那些人 可能整份報紙都收拾過了 但是問題是 大家知道《明報》北美的版本 美東、美西的版本 但那些《紅藍媽》都不一定認得 那些 甚至加拿大政府 加拿大政府很多這些法律的東西 是跟美國的 隨時到很多 你說它怎樣做 交到它隨時 你說它虧到 你跟美國這樣玩 就行了 隨時加拿大的《中文報》 都收拾過了 有甚麼奇 被這幫人玩硬了 就是 我想 這些 中共 海外玩滲透這些東西 到此為止 玩media 以前還縱容你 六十年代也還縱容你 是因為六十年代 大公民會 都還講一下江湖規矩 現在中共玩超校戰 就全部跟你割陣 我想下一步 就是 現在甚麼時候會有人搞 屬於黃營的中文傳媒 當然老人家肯定 上網打飛機 你看中天新聞台撿了之後 台灣那幫人打飛機 有得去YouTube看片 但我猜遲早會 其實社交媒體公司 遲了壓力 你要清理這些人 遲了問題 但你幫中國動產黨 進行滲透工作 錢也不是這樣賺 我現在就真的 好好實講 我亦都勇勸一些media的人 現在美國正在做事 還幫老共的傳媒做事 就好過自負 我不管香港01 我不管明報 我不管信報甚麼都好 東方日報甚麼都好 美國的立場就很清楚 你剷在蘋果日報就會有這個結果 這個就是當初 為甚麼當初老共要 容忍蘋果日報在這裏 就是 如果你當初容忍蘋果日報 西方國家會容忍你這些 唐人街報紙在這裏 亂來 你剷了蘋果日報 OK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我將你唐人街所有報紙 在海外全部剷了 就是這樣 我想 是不是有人想 最後可能 唐人街報紙搞得不好 就是 最後大人街會不會是大紀元呢 因為大紀元 我就不會看大紀元 我就頂不上大紀元那些東西 大紀元的形式 我都承認一件事 老人街是會受落的 大紀元的形式是事實的 就是這樣 今晚 第二節講到這裡 對於北美的觀眾 或者其他觀眾 應該是第三節講到香港時間 大概八點上片給大家 我會先熟 但我會八點上片 香港時間 先講到這裡 還沒休息我先 謝謝我先 我先開 你好 我今天